現在來講到我查了一下 外資進來辦法大部分都說我要投資股市 可是真正進到股市三層 其他就park到別的地方去 park到固定資產 就等著炒會 都很清楚嘛 炒會嘛 先把你炒高嘛 他賺的筆就跑掉了嘛 對不對 還包括那個私募基金 也是如此啊 有個私募基金去買什麼 有信電視什麼之類的 進來大概三年還是四年吧 他出去啦 賺四百億走啦 這個都不是我們樂盡 樂盡的吧 樂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它是兩個 它有兩個管理的途徑啦 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屬於金融的途徑 就屬於我外資 這個投資股市這個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直接投資的 直接投資它是透過頭審會那邊進來的 這是兩個途徑 可是現在進到股市只有三層而已 因為它可能還牽涉到另外一個 直接投資這塊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對於這個外資如果進來 它不是以投資 就是不是它的原始目的 它是完全是外衛這個目的的話 其實中央堂在它進入的時候 中央堂會控管 中央堂會控管 這個是你在管的 央行在管 我們真正來這裡要炒會的 賺一筆就跑掉了 弄錢不換你了 對吧 我們希望它出去 中央堂最快它其實也一在這個 沒有我覺得央行 主要是它沒有錯 可是旁邊你們 我們是絕對配合 你們要絕對配合 然後才有辦法 否則的話 外界其實包括這些的 世界級的什麼 亞諾佩爾得主的一些經濟學者都講 這樣子錢亂串啊 會傷害重重傷害全球經濟的發展 絕對傷害 因為它來了 我剛剛提到了嘛 那個PRE啊 對不對 四目基金進來 幾年又跑掉了 賺四百億跑掉了 台灣的錢啊 都清楚嗎 看得很清楚嘛 對不對 都 這樣子一個操作 這個全民受害的啦 我覺得 金管會應該要 稍微再 再 可以再嚴格一點 我們已經配合央行在權力處理 那我們會更積極來配合央行 這個 另外一個請問你 現在你是不是已經核准了在9月23號銀行局 核准了中國銀行跟交通銀行 正式在台灣設辦事處 是 請問他們開張沒有 這個部分 正式開張應該還沒有 還沒正式開張嘛 什麼時候會 正式牌子掛上去 那個什麼時候 大概什麼時候 這他個人營業考慮 蛤 這他個人營業考慮 他這個 因為他辦事處 其實他並沒有什麼 正式沒有什麼營業行為 他不需要掛牌 不需要掛牌 蛤 他沒有一個來過什麼 大陸中國銀行 在台辦事處 他有個招牌 需要嗎 他一定有個招牌 他有招牌 掛上去沒有現在 他這個部分的話 你應該了解啊 他有沒有去掛這個動作 請問你 他地點掛好沒有 地點掛好沒有 在什麼地方 這個 這個不是機密吧 不是機密 不是機密吧 在什麼地方 南京東路 我想在東區 在東區 南京東路是 信力區 信力區 信力區嘛 在信力區 摩兩個點 101 那我再跟代委員補充 報告一下 是不是 銀行權一直點頭 好101 已經點頭了 代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他是辦事處 所以他並不是什麼 正式的營業 他就是只收集 一些資訊 商前資訊 還有一些做一些聯絡工作 是啊 我們主委當然有些話 不好意思講 不過我 我猜啦 我猜主委的意思 希望他晚一點來 最好選舉以後才來 免得影響 會給 所以我剛剛修正一下 他其實他 他這個 我們准他的以後 他大概完成了公司 登記的手續以後 他就可以去做 完成朋友現在 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吧 所以任何一天都可以進來吧 對外是不是有 正式的一些 這個業務的活動的話 這個部分 我們我就 好請問你 他辦事處 可以不可以做台幣 當然不行 不行 好 但是我們現在有 六家的銀行 在那裡已經設分好 六家吧 對對 現在也不算是設 現在是 現在是籌設中 籌設分好 籌設分好 所以理論 四家籌設中 兩家准他籌設 土銀跟何庫 何庫 何庫 張銀、藝銀、土銀、何庫 這四家是籌設中 他不是加上華銀跟 華銀跟 他是昨天才准他籌設 和國泰 他是兩個階段 他是兩個階段 他一個申請分好 他第一個要先去申請說 他最快這幾家 什麼時候可以做人民幣 這個是這樣子 這個人民幣 第一個他先分好正式營業 那正在爭取趕 正在權力這個趕慢之中 那這部分之前 我們也透過管道 也跟大陸的主管當局 希望他們能夠配合 我希望我們立法院 我記得 沒錯的話 我們做過決議 我們是希望 兩岸應該最少做到一點 要做的話 台幣跟人民幣要同時做 這點我們要堅持好不好 這點要堅持 我要跟各位 跟大委員報告 就是說 他這個 然後他開業 一年獲利 就可以辦人民幣業務 那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他現在是辦事處 所以他現在其實還不能辦業務 而且他如果變成分行了以後 他還要這個辦事處買一年才能夠申請分行 申請分行 他同時的話 他還要這個業務的項目 是我們個別即可 那所以是不是準他辦台幣業務呢 就剛剛大委員提到了 立法院是有決議的 我們沒有做人民幣之前 他們不能做 是是是 這個最多就是同時做 在書面報告裡面都有記出來 最多同時做 所以這個一定會遵守 那另外我看一下 這個其實剛才孫偉已經提到了 在兩岸這個談判裡面 我們可以 金融相關行業 可以多積極 門把它打開一點 對岸的話 像證券月 我所了解的 他們就一直在 常常在提個觀念 他覺得說 他們要去弄什麼 全知全照 他們說是卡在我們這裡 這個要不要說一下 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我知道業界 他們其實也很期待 那我剛剛也提了 其實 兩岸的談判的問題 有的時候不是單方面操作在我 所以我們會繼續爭取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我看這個 那兩家 露營 很快就來了 實際上來講的話 因為大概 Paybook都已經完成了 只是選一個時間 然後人就上班 就這樣子而已 外界一直很擔心的一個 就是 我們的 企業的信用資料 會不會 因為這 兩家來之後 或者 以後更多 還有資安外露的一個疑慮 這一部分 你要不要提一下 第一個 他現在是辦事處 他辦事處 因為他不能做這個 壽星業務 所以他其實不能夠取得 這個廉政的資料 那所以要等到 他正式成為分行的時候 他才可以取得 但是取得這個廉政的資料 其實他有限制的 第一個 他必須要符合這個 各支的相關法律的規定 第二個 他必須有受信的需求 第三個 他必須要這個 獲得這個 當事人的書面同意 那廉政對這個部分 他其實也很審慎 所以他在這個 第一個 他事先 其實外界的看法 都不僅僅這樣 這是表層的意義 更深層的意義 大家擔心的 不是這樣而已 不是這樣 而是說什麼 而是什麼 要把他搶為 露營來以後 他昨天點 可能不僅僅在台灣的金融市場 是台灣的台商 他的母公司的狀況 他那一邊 要搶台商的一個市場 換言之 我們現在台灣的銀行業 去大陸之後 也面臨到 露營來台灣之後 來這裡更清楚 我們台商背後 母公司的資料 然後去那邊 進一步 搶比較好的台商的資料 是在那裡 我們的台商 我們的台灣銀行 會更有進一步的這種競爭 在那裡 這是外界 我所瞭解 深層的擔心 是是是 這競爭的一律是有的 不過呢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的台資銀行的服務 其實相當的好 我相信我們這個 對自己客戶的維護 應該是相當有把握 所以你 你不擔心這個問題 我基本上面 我是覺得我們的金融業 應該可以面對得起 可以面對得起這個競爭 好不好 大家